欢迎两位 今天是你要来的是吧 对 今天是我要来 来干嘛 今天就是我想跟他分手 因为我俩在一块吧 三年多了 三年多了 对 三年多了 因为认识已经七年了 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的呢 哪个阶段 是从初三毕业的时候认识的 你们俩同届吗 是 同届 他比你大三岁 怎么了 这么长时间应该彼此很了解 就是刚开始吧 我觉得他对我特别好 我俩不是在同一个大学 所以就每次就周末才见一面 然后就每到我生日呀 逢年过节呀 他都给我买点小礼物 送个惊喜 就我觉得他真的挺好的 刚开始 后来吧 我就发现他变了 他就总管着我 而且吧 还斤斤计较 就老计仇 现在吧 我就发现他和别的女生 就来往特别密切 我天 我真的就有点受不了 我就想要跟他分手 你对人家这么严厉的指控 你有证据吗 我有呀 就那阵吧 就我刚上大一那阵 本来我这人性格就挺开朗的 所以我就加入了一些社团呀 还有学生会 学长老带着我们出去玩 没想到吧 他反应特别大 我能不管着你吗 你当时都玩疯了 但是你这反应太大了 他怎么玩疯了 对对对 你就说上大学吧 就是天天动不动说 学校做活动 活动做完就出去 吃火锅喝啤酒 不是那都是我们一起的 并不是说就我一个人出去玩 后来我就是每次就有时候发个朋友圈 说我今天朋友过生日 没过一会儿吧 他立马又发一个朋友圈 说他今天跟朋友出去玩 然后我给他打电话 发微信 他都不接也不回 等于你们俩比着看谁玩的疯是吧 他既然出去玩 我也出去玩 因为当初我给他打电话 他不接嘛 现在他给我打电话 我也不接 我让他感受一下 他找不到我是 这就是女生说他开始斤斤计较了 是呀 你说一个大男人这么斤斤计较 我真的挺受不了 我感觉真的 他的所有朋友都比我重要 有一次我俩约的是大冬天嘛 早上十点去看电影 我电影院门口把他一直等到十二点 我等他等到手机没电了 我接了个手机给他打电话 他电话里直接告诉我 他和他学长在KTV里面唱歌了 你在KTV里唱歌 你为啥不过来告诉我一声 这么冷的天 你让我鼓鼓把你等了两个小时 不是 那劲吧 是这样的 那天我刚一出门 然后学长就给我打电话了 就说那个今天我过生日 然后你们一块出来玩吧 我当时给他打电话了 而且打了好多次 他都关机 那我想那么冷的天 他可能就回家了吧 然后我就过去了嘛 我答应你的事 我一直在那等着呢 你既然能陪学长去KTV 地方也不远 你为什么就不能过来告诉我一声 最后还是我找的你 就一说这事吧 我就特别生气 本来那天就我学长过生日 那么多人 他一进来就指着学长说 你明知道他有男朋友 你还一天老勾搭他 你什么意思呀 真的 当时真的特别过分 弄得我特别尴尬 就是我承认我当时是过分了 但是我就是想警告你那位 经常联系你的学长 以后把你少联系一点 因为你有男朋友 这事咱翻片吧 好吗 后来呢 你们俩就这么一直打打闹闹吗 后来我还是感觉 在他心里几乎 我怎么关心我 有一次我不是 腿被玻璃给划伤了 焚了四针嘛 在医院给他打电话 他说他就到了 之后等他等了好长时间 过来他陪我坐了一会儿 他问我有没有事 我说钢包沾完 还可以 他就接了电话 他又走 那就是我学校 有那个文艺晚会 你知道的呀 而且我参加学生会了 我是文艺部的 本来就挺忙 就我觉得一个男人 就磕磕碰碰 很正常呀 对不对 然后社长就给我 一直打电话 就说你这边怎么样 我看这边没啥事 然后我就走了 就因为这个腿伤的事吧 他就一直记着 然后有一次我感冒了 就是挺难受的 当时我就给他打电话 说我难受得很 你过来陪我 他说多喝水 然后就挂了 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 然后就说 我有事 学校挺忙的 对呀 然后那阵就挺难受的 然后转成肺炎了 学校也需要他 我那阵病也挺重要的呀 然后就转成肺炎了 我就给他打电话 说我这两天请假了 要输液 刚开始吧 他就怎么说都不愿意来 就我有事 我忙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来吗 我就想让你感受一下 我当时 你不过来看我 你是怎么样的 这哥们真行 那你说你幼稚又不是幼稚呀 就是抱负还是过来了吗 就是抱负 那最后也是我求你过来的呀 你还求他 对呀 我说你过来看我 找个学长还陪你多好啊 如果找学长陪来 他马上会从过来 就是呀 但我真跟那学长真的没什么 这我没人说 你们俩反正就是互相报复嘛 就我就觉得我对他不好意思 他就得报复我两次 是不是报复就报复真了 反正就我觉得他就因为这伤的事 就一直记着这事 我听明白了 这是斤斤计较 因为互相报复嘛 女生叫斤斤计较 第三中就是升格了嘛 你发现了 是呀 就现在我们不是已经大四了吗 他就开始一个 就是主持人的一个兼职 就他因为这个工作吧 就认识好多女性朋友 做什么的兼职 就婚庆私宜这方面 我就觉得他就跟一些女的 就关系特别暧昧 就有一回快到我生日了 然后他那时候跟我说 说他没什么钱 完了补过吧 其实我觉得我俩在一块 这么多年了 这补不补过真的没关系 他心里有我就行 结果当天吧 他啥话都没说 就连句生日祝福都没有 再然后吧 就他把这个补过这事 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当时心里特别生气 但我也不好意思说啥 结果没两天吧 我就发现 他给一个女的发微信 就说就是你过生日 我带你去哪房 那我就特别想不通 这女的跟她什么关系 那是我客户的妹妹 我想着我现在做这个 也刚出道也不容易 以后肯定有求于这个客户 所以我和她现在这样的 那不是还是以同样的方式 来对我的吗 我过生日那一天的第二天 我问她 我说昨天是啥日子 她说你生日啊 我当时我就火了 我说是我生日 你为什么连一句祝福都没有 你没跟我说呀 这我俩算扯平了呀 对吧 不不不 她是约会女生 你干嘛去了 我就不想跟她说呀 我说她 你又没有跟其他的男生 吃饭约会 没有呀 那你没扯平呀 她是约别的女生呀 你没约个男生 那我是亏了 你亏了 你看看 而且她还不只跟这一个女的联系 就有一回周末晚上 她就给我发微信 说她挺难受的 心情不好 让我出去陪她 但我觉得大晚上呢 就我挺不想出门的当时 但我讲了她心情不好嘛 然后我还是出来了 然后就是她上厕所去了 然后我就看她手机 我又发现一条微信 就是她给一个女的发微信 她说干嘛呢 那女的说就是在家 她说 那你有时间没出来陪我坐一会儿 那女的说太累了 今天也太晚了 改天吧 然后她就说 那行吧 那就你在家好好休息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时间 就是她先给这女的发的微信 然后她才给我发的微信 也就是说 她先找到这女的 这女的不愿意陪她 然后她才找到我 那我算什么呀 这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个女的也是一样 我解释一下 因为我干的这个兼职 做活动之前 要沟通流程这些 我当时想着 叫那个女的出来 对一下流程 她当时没给我解释 她啥话都没说 我问她是谁 她直接扭头就走了 她短信的原文是说 你有空吗 出来坐一下 坐一下 她没有说我们聊一下工作 因为是这样的 我可能和关系好一点的 我都不直接说 我都直接说 出来坐一会儿 出来坐一会儿 就把该谈的事都谈完了 好 就基本不会说公事 然后你干嘛了 那天我就问她 你不会又约了个男生吧 我没有呀 然后她就直接走了 她说我不想跟你说话了 你老偷看我手机 她说我老翻她手机 她完全没有说是 她为什么跟这女的联系 她在乎的点就是 我偷看她手机 因为她现在不只是一次 偷看我手机 次次偷看我手机 那你们俩还不分手 在这儿矫情什么呢 不是啊 是 我俩同样一条时间了 我只想看看 到底我有理还是她有理 我就特别想明白 有一次 我约客户出来吃饭 进饭店以后 我看到她了 她一个人在那坐着呢 我当时还特别纳闷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我过去了 我说你和谁 她说她一个人 我当时说你一个人的话 那就跟我们一块过来吃饭吧 她说行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 我越想越不合适 越想越不合适 原来是她前一天晚上 跟我见面 她又偷看我手机 她知道我今天 在这个饭店里吃饭 和谁在这吃饭 她就想看一下我 没背叛她 她现在连这些 基本的事情都做不到 我现在 不是 我偷看你手机 那是因为我没有安全感 以前她并不是这样的 以前她每次出去玩的时候 她都给我说一声 现在吧 她就说 我有事 我忙了 我今天工作了 什么都不说 那我不看你手机 我怎么知道 你最近在干嘛呀 以前咱俩在一起的时候 我天天管着你 你不是也说 我一天把你束缚上了吗 现在你以同样的方式 来对待我 你觉得你是在关心我 还是怎样 我怎么不是在关心你 我这就是关心你 那天饭吃得好吗 那天吃完饭吧 她就跟我吵架 她说 怎么怎么 我一天老不相信她 老看她手机 然后出门 她说分手 我说分手就分手 你们俩分了手了 分手了 当时就分手了 就是以前 她每次分手的时候 她都会求我和好 就是过来求我 说我错了 怎么怎么 又求和了 这次 这次她好长时间都没有来 我还挺纳闷 然后我看了一下她朋友圈 她之前发了一个 和别的女的 就是特别亲密的一个合照 就我觉得 我俩这下分了她多长时间 她背着我又找了一个 所以你是气不过了 对啊 我特别生气 当时我就把她拉黑了 没有 结果过两天吧 她就在我家来找我来了 她让我原谅她 当时这样的 以前她和我闹毛动 都是我基本哄她 这一次就是 我感觉她不相信我 我想让她回头找一下我 但是她没有呀 她看着那张照片 因为发那张照片 是我故意气她的 她到头来没有找我 还把她拉黑了 那你多幼稚呀 那你直接跟我说 不就好了吗 反正我现在就觉得 就我跟她在一块 就互相伤害 互相折磨 我没看出来你们相爱 但是我确实感觉到 你们相杀了 你对她还有感情吗 有 你喜欢这姑娘什么 你告诉我 性格 什么性格 偷看你手机的性格 不是 做事比较较真儿的性格 你去跟别人吃饭 她来的性格 是以前的所有性格 你们都靠以前活着呢 那你喜欢她吗 不喜欢她 分了不就得了吗 都要分了还要凭什么理呢 但是我就 你是不是舍不得她 因为我俩就认识七年了 真的挺不容易的 不是 你认识七年就太正常了 很多人认识一二十年的 这我初恋呀 你们两个都初恋吗 对 所以舍不得是吧 其实已经发现很多不合适了 但是因为初恋这个词 把你们紧紧地绑在一起 你跟那些什么同事啊 什么没事 没事 等一下我问你 真的没事吗 真没事 你有没有喜欢过别人 是喜欢过一点点 但没有像她这么强烈 还是承认了 曾经喜欢过别人 只不过别人没理你对吧 也不是没理啊 就是没理啊 后面感觉挺对不起她的 也不是挺对不起她的 那就是你们还有 是吧 天哪 是后面 大概是这样的 我心里面有这个念想以后 我那天晚上在家里讨 我想她和我谈了这么长时间了 我就不应该喜欢别人 最后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只是想过 对想过 我想 是不是就是那个出来做一做的那一个 不是 不是她知道的这两个 你到底陪着我找了多少个 还是不 不是她知道的这两个 是我们班一个同学 就还有别人是吧 我和你知道的这两个什么都没有 就别人就有事是吧 别人也没事 别人要有事我能站在这吗 这个至少还有勇气承认 对 曾经 我觉得 你不管怎么说 这份坦诚是不太容易的 该说的也说了 对吧 好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分圈 我觉得你们今天 很像四个字 对不空谈 爱情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 我觉得 信任嘛 真的最基本 我只听到爱情当中 我为你做一件 你为我做一件 我感动你这个 你感动我那个 可是我看到你们的时候 我弄你一下 你弄我一下 我报复你 你报复我 你们两个在干嘛 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在 要证明对方是爱我的 所以你要赌气 要弄他 然后要来讨到那种 关注跟关心 但这种方法 正好是扼杀爱情 最快的方法 我认为有时候男女吵架 不一定谁对谁错 但是谁先道歉 那一个人是想把台阶做出来 因为我觉得相爱 真的不是谈个是非 真的你死我活 谁对错错 而是爱情 有比是非对错 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关系 你们现在没有关系的 你们只想争是非对错 如果都没有关系 争是非对错 有意义吗 但是如果有了关系 是非对错 也不会那么重要的 好 谢谢 谢谢郭伦兄 我觉得你们俩特别厉害 就是能够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但我觉得女生 其实性格很乐观 而且我觉得她 从大学毕业以后 应该也是那种 事业型的女性 男生我觉得 你让我觉得 有一点可怕的地方 就是你生病的时候 她没有陪你 然后她生病的时候 你居然可以特别冷静地 坚持下来 都不去陪她 我觉得你这份克制 对 让我觉得 有一点冰冷的 有一点可怕了 你的这个控制力太好了 所以这是我觉得 就是女生 可以再做一个 考虑的一个原因 杜老师 你对男方是嫉妒 男方对你是妒忌 妒忌所指的是 觉得对方在某一方面 比自己强 混得好 这叫妒忌 嫉妒是情侣之间 彼此之间吃醋 嫉妒是爱情当中 必要的基础 但是妒忌 往往不应该存在于情侣之间 因为没有哪个情侣 会妒忌对方 混得比自己好 但男生不一样 他太小度鸡场 最开始因为他对你的妒忌 所以他不希望 你在学生会待下去 不希望你广受好评 左右逢源 后来因为他 种种内心的不平衡 导致到他跟其他的女生 产生某些的暧昧 又导致了你的嫉妒成性 我们看得出 其实女生是个 挺没心没肺的人 男生之所以说 喜欢女方的性格 就是因为他直率 明朗 不藏事 但是与这种性格 完全鲜明对比的 就是男生的阴霾 那种报复心作祟 其实从整场的聊天 我们都听不到说 你们说爱对方 只说了喜欢 完全没有听到爱一次 我们相信 如果真的爱一个人的话 即便你报复了对方 你得不到预期的快感 当对方真正在你面前低头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我赢了 但我并不快乐 但是男方却可以 一次又一次的 这样的一种报复 来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 并且我对于男生 跟其他的 若干和女性之间的关系 我保留意见 所以其实 如果让我来 对你们这所谓的 这七年之间的感情 我认为是 你们没有爱上 你会发现 所谓的欢喜原家 都是在没有爱上之前 彼此斗得你死我活 没有意识上 彼此爱上了对方 但一旦爱上对方 这种斗得你死我活的场景 就完全没有了 而是彼此珍惜 所以我认为 这七年当中 你们不过是玩吧 并没有所谓的爱情 即便要发生 所谓的爱情 我也认为 像女生这种 直率明朗的这种性格 不适合跟这种 暗箭难防的男人 谈恋爱 你们两只箭不适合 就这个 做正确的决定 做正确的选择 而不是放松自己的情绪 这是成年人 最应该做的事情 当意识到 一段情感了结的时候 不要再去强称 欺骗自己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的 黄金六十秒 我俩认识了这么长时间了 也习惯了对方 我既然来就是 希望我俩以后 能和我在一起 互相都改掉 彼此的错误 反正时间还长嘛 咱们现在二十多 咱们还要活很长时间嘛 携手把这些错误都改掉 你就想咱们认识七年 谈对象谈了这么多年 也不容易啊 但我真的觉得就是 你跟以前变化 实在是特别大 就大的让我就接受不了 我看你不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 那要是以后 我们再继续呢 你就会对我越来越不好 我真的 真的特别累 我是变化大 我也承认我变化大 但是我想让你理解我 就是我可能 现在马上就面临着毕业吧 之后 经济上面 会有一点问题 我理解了很多次了 我这次不想理解 就我很多时候特别累 好 回去吧 女生也回去吧 你会发现啊 这段情感当中 抱怨的成分还挺多 来 请关门 女生有女生的抱怨 男生有男生的抱怨 抱怨的核心 其实我爱你 你不理解我 所以当一段 七年的这种情感 走到这个的时候 让人觉得 好难堪 为什么就不能留 最后一点点的美丽呢 一起来看一看 这对情侣 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来吗 还有话跟她说吗 我没想到她会分手 让我们彼此 都冷静一段时间 如果你不选择我 在未来 我也希望你过得比我好 下次记住 爱一个女生 真诚地对她 不要再多来多去了 你也累 她也苦 好吗 是 加油 好 走吧 谢谢 谢谢 加油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